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又是一个美好周末 好 今天我们下期再见 对 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arek go 很久没跟大家聊一聊这台到期挑战者了 因为我上一个视频的话 应该是两年前吧 差不多两年前 就是刚提车的时候 2020年2022年的10月份 提车了一个月 然后有一个月的驾驶体验 还有一个月 就是买这台车的购车整个流程 还有要遇到哪些坑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 我上个视频 那么讲完以后到现在来说 已经已经马上到今年的10月就两年了 哇 时间过得真快 开这台车都已经两年了 所以呢 今天刚好有空呢 我想起来跟大家做一期 这台到期挑战者 18年落地 19年上牌的一款 到期挑战者Plus 聊一下 这个两年的真实使用体验 我相信有很多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我们可以聊一聊 咱们就住在车 and talk 这边在车和那边 这边 好的 关于这台到期挑战者 这两年使用体验 总体来说我要跟大家说 非常符合我的心理预期 我非常满意 我几乎在这台车上挑不出什么毛病 因为首先让大家知道的是 我构次这台车的一个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第一 稀有 然后第二 驾驶体验好 第三 然后性价比高 就是它有四个座位 然后每个座位都非常充裕 虽然看起来是一辆跑车 双开门 但是它又兼顾了四开门的一个体验 就是里面坐五个人完全没有问题 当然会稍微有点挤 那它整个车的车型是属于比较old school的那种肌肉风格 但是它开起来其实 非常的舒适 它开起来是非常舒适的 然后它大家 我之前经常跟大家说 我这台车呢 它的一个保养呢 又非常的便宜 虽然说它看起来 它是一个比较大排量的车 具体的这个车数据呢 具体的这台车的数据 我就放这里了 它虽然呢 是一个比较大排量的车 但是呢 它的保养起来又非常的easy 然后它这台车呢 就是说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是大部分它这台车的这个基础的配件呢 都是用的克兰斯的300C的底盘架构 发动机系统燃油系统 所以说它在保养上面是非常容易的 你基本上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这台车 对了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新闻呢 就是说在2023年的12月 12月20号好像是 这台到期挑战者已经在全球停产了 最后一台到期挑战者是在 2022年的12月 好像是12号 在加拿大工厂生产出来 然后以后就不会再有 但是以后会不会再重新生产呢 这个就不知道了 但是目前来说全球已经停产了 没有现货了 但是据我表姐呢 现在国内还有不少的这个囤货 因为这台车它是处于 小众车型 喜欢的就特别喜欢 但是还有些喜欢的它不一定买 因为它毕竟跟咱们平常的这种代步车的话 还是差的有些距离的 因为它燃油 它的燃油费比较高 它的百公里油耗 目前我自己测下来的话 一直开到现在 我是不踩地板油 然后正常开的一种情况下 在市区广州这边也比较堵的一个情况下 差不多是16个油左右吧 16有时候十几十八个油都有 那么它平常的上高速的话 基本上是八个油到十个油左右 看你怎么开 反正我自己体验下来 我是非常喜欢 然后大家如果 就是我当时我买这台车以后 很多人都问我 你买这台车肯定是一年两年就要换呢 觉得我买了个玩具 但是其实no no no 兄弟们no no no 我买了这台车到现在 我会告诉大家 我更加就越开越更加的确信 我不会换这台车 除非我遇到了非常困难的经济危机 否则的话 这台车我是不会打算卖的 一定不打算卖的 那么这台车的优点 其实就像我说的那几个点 全部都是我心目中需要的 那几个点 比如说 比如说能够兼顾家用 然后又比较稀有 比较少量 不喜欢我不喜欢跟别人撞山 然后又看起来非常舒适 然后又有不错的驾驶体验 然后燃油经济性 我就不考虑这个事情了 因为你这几点都可以达到我的要求 那么燃油经济性 其实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 没什么卵用 都买了这台车 就没有必要考虑太多了 你说是不是 然后这个车还有 然后再说一下这台车 所以我到现在两年的一个驾驶的一个 觉得它的缺点在哪里 我来聊聊它这台车的缺点在哪里 其实这台车的缺点主要是两点 我真的想了很久 这台车的缺点在哪里 主要是两点 第一点就是它的底盘是比较低的 特别是我又改了它这个避震 然后这个避震是比较硬的避震 所以说开起来的话 如果路面有坑坑洼洼的一些地的话 对我来说是比较颠的 然后第二点就是 第二点就是在它颠的同时 这台车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 就是它的发动机 它的底盘其实并不低 但是它的发动机非常低 我这样子伸下来看一下 大家能不能看到 我把它放到底下以后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就是它的底盘不低 但是它的发动机非常低 它的发动低的情况下 就是我目前两年内 我有撞到过三次 就是磕发动机 它开着开着 就路上如果有大一点的坑的话 这个车头就会下去一下 这样颠一下 就磕到发动机了 这一点真的是让我非常心疼 满共磕了三次 然后我都去检查 还好没什么事 现在那个护发动机的那个壳 下面那个皮 已经磕得稀稀烂烂了 之前刚买上的时候 刚买这台车的时候 那时候我借朋友一台车 然后因为我要搬家 我借他的SUV 然后我让他开一下这个车 然后他跑到他家地下车库 然后地下车库不是都 都有前面有两个那种杠 用来压你的轮胎的 他进去以后 他车头进去的去压那个杠 前面有两个东西 有个桩 然后他过去以后 直接车头顶到那个杠上 然后等我去取车的时候 我们俩都在车上 往后一提 就往后一倒 直接把那个下面的那个车 那个发动机电 就给直接刮掉了 刮得稀烂 然后呢 就那朋友就也可以 直接花了500块钱 然后订了一套新的 拿过来给它装上了 然后也没多久 就是就不就磕了两三次 然后又把下面那个电 又磕得稀烂了 估计每过一段时间 我都要换一下下面那个电 然后你再说他这台车 基本上就在我的眼里面 没有任何的缺点了 非常好用 包括他的保养费也是非常低的 我这台车的保养的话 我总共应该是花了500块钱 就是具体我不太清楚了 反正小小几百 到时候可以放个记录 我在咸鱼上买的这个克莱斯勒300C的 一套机油滤 机油滤芯器 然后那个空调格 还有那个发动机的那个吸气过滤 这三样东西 那就花了89块钱 然后呢 又在咸鱼买了个380块钱 然后比较高等级的品质的一个机油 我还送了一个安装费 然后过来以后 然后他们就会 那个安装费呢 就直接去那个土虎店 去土虎店的免费安装的 咸咸咸装完以后呢 他把油过滤以后 装了个机油滤芯 但是空调格和那个发动机的那个空气滤芯 它是不给我换的 所以我自己很简单的 手动咸咸一换就全部搞定了 总共满达满算 应该花了个500块钱吧 我记得之前去一个非常贵的一个 玩车的一个车行 然后总共换下来 品质还比较低的机油 都要花1200块钱 所以说这台车要真的要保养的话 自己保养是非常便宜的 其他的东西的话 在随便店里面都可以换 因为它整体的骨架模型 都让到克莱斯特300C的 这个底座去打的 去做的嘛 所以说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技术门槛 应该是属于非常耐操的 就差不多了 然后我再跟大家讲一讲外观和内饰吧 首先就是看一下这个后备箱 它这个地方 这是这个地方是倒车的这个影像 然后下面有个按钮 这个车的这个车的这个后备箱的盖 非常重的一般人提不起来 然后它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可以看一下 整体的空间是非常大 然后前面的座椅可以放到 然后最有意思的就是 它这种它这种轮廓呀 然后下面呢 我这里放了个鱼竿 这个地方放了鱼竿 就是可以钓鱼 平常我这个人非常喜欢钓鱼啊 如果有好的水啊 有好的水域啊之类的 我肯定是要来两杆的 抽一抽 然后下面是一个非常大的空间 放这些 这是放电瓶在这里啊 然后这边是这个 给汽车打气的 然后平常用的一些东西 然后下面这个下面还可以提起来 这个下面提起来的话就是那个 呃一个房一个 备胎 这个车这个小备胎 这车还挺干净的 我本来打算今天去洗个车呢 一看就不用洗了 也前两天才洗完 然后看一下车的内饰 好的 哎呀 这个车的内饰 踩刮动机打火 当时我拿这个车的时候 是一万六千公里吗 一万四千公里 现在开到两万七了 两年开两万七还可以 因为我在广州是现行的嘛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能开到两万七 已经不错了 基本上说是能开的车 能开的天数 一开四停四 基本上都有去开一开 跑一跑 然后整体看一下 这里 非常好啊 这里是一个放镜片的 放眼镜的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天窗 这个地方呢 它是一个 你看到这里没有 是一个 Home door Home gate 应该属于 你输入了这个密码以后 对上以后 你按这里 回到家以后 按一下 然后它车库门 就会打开 然后这个三个状态 可以输入编码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镜子 我最不能理解的 就是说 这个镜子没所谓 这个镜子 我放了个东西 放了个卡 就按道理 这个卡应该是放在这儿的 你知道吧 这个长出来一个地方 但是问题是 它这个卡 它塞不进去 就这么长 是因为美国的人 卡少 小还是怎么一丝啊 中国的卡大 是吧 一个加油卡 塞不进去 这卡伸出来又这么长 伸不了了 所以我现在 把这个加油卡放这儿 或者说是放在这里 放在研究盒里 然后我当时去过车的时候 当时提车的时候 交警还是非要让我 去做一个中文版的 没有中文版不行 本来都是英文的 然后让我贴了个中文版 自己做的翻译上去 然后这个按钮 目前还不知道干嘛的 这个东西不知道干嘛的 不知道能不能抠下来 好像感觉是可以抠下来的 然后一个手抓带 然后这边前后左右 这边选这个左边的 这个倒车镜 还有右边倒车镜 然后前后左右调 然后这边开门 是吧 然后蒙把手在这 很多朋友上车以后 他早下车也不知道怎么找 不知道在下面 一般车在这里蒙把手 或在这里 但这个车蒙把手在这里 然后这边是我放的一个 盐灰宫 盐灰宫 等会调一下 非常的舒适 这个车真的是大沙发 美式大沙发坐起来 非常舒适 其他东西都一样 但是这个副座呢 副座它不是电动的 因为铺座做平沉 你要拉起来 把它往前放 给点一个 这是一个车的一个保险之类的 这上面这个是一个车 这台车的说明手册 非常厚 但是全英文的 毛看不懂 毛都看不懂 全英文的 它就没有什么版都没有 就一个英文版 也是非常优秀 因为放两根线在这里 这边呢 是一个中控台 有点乱 因为放两根线 就感觉 贼拉乱 非常乱 这个按钮全英文的 不要改中文啊 如果你改成中文版的话 刷成中文版的话 很容易遇到bug的 在开车的时候 突然听不了歌了 你会很难受的 这里更乱 乱说到的东西 这有一个点烟器的 一个多少伏的 12伏的一个盖 然后一个耳机 耳机孔 AUX 然后再加两个数据线 然后后排的空间非常大的啊 就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个 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个车的后排空间是不是没有 没有那么大啊 是不是 就是就是如果坐过野马的朋友知道野马的后排是不能坐人的 你坐那个地方非常难受 那个头部就都动不了 那我跟大家一下下来演示一下我这个做后排空间这个情况 我先把这个固定到这里 后排这里有个抓手啊 这么一抓 然后它弹起来往前一推就OK了 后排空间啊 后排空间啊 后排空间是非常大的 就是我是1米8283那个个子 我能看到吧 就是我是1米8283那个个子 我坐在这里 嗯 天我现在坐平 因为我个子比较高 我的腿会比较往前 然后他这个椅子呢 我会把它往后放一点身体 如果我直接 我的屁股粘在这个椅子 这个腰部这个地方的话 这边还是有点顶的 但是我个子高嘛 那我就往下坐一点 屁股坐到这个椅子三分之一这个地方 那我的头刚好就可以放在 后面的这个枕头上面 我觉得是非常舒适的 没有问题 只不过这个椅子要往前移一下 那么正常坐下来 我们把这个椅子放下来 放下来的时候 它这个后面的空间都非常大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个后面的空间非常大的 我要把它拿下来 你看然后前面的椅子的空间 也是很大的 刚刚好 能不能展现好这个空间感 要不要我把它拿 我就不拿了 然后 你像我1米8的个子 需要这样来坐 但是如果我是1米 如果我是1米 像基本上拉女孩子 拉个1米6 或者1米7的女孩子 就更加舒适了 这腿可以坐得 完全这个头台在这 头台刚好能靠在这个地方 我现在头是靠顶 现在我可以靠在这个位置 1米6女孩子可以靠在这里 因为我这台车 我是拉了我爸 拉了我妈 拉了我岳母 我老婆 我弟弟妹妹什么都拉过 完全没问题 唯独有一个地方有问题 就是因为我个子太高了 我开这台车的时候 我基本上要把这个位置 调后面一点 我喜欢躺着开车的 关于我开车这个问题 倒是在看吧 我还是拿过来 跟大家看一下我这个空间 我还是拿过来 跟大家看一下我的空间 我这个腿部空间 可以看到吗 我这个腿部空间 1米8 1米83 这个腿部空间 然后再看一下 我这个头部空间 我可以贴着这个椅子 这样躺着非常舒适 可以看一下 我这个腿部空间 然后前面的空间也很大 前部的空间 然后你可以前后可调 然后因为我的个子 现在这个说 这个车的空间 唯一这个有地方的 让我觉得有一点不舒服的地方 就有一点不是很满意的地方 就是也是没有办法的地方 就是这个位置 因为我的个子比较高 平时我开车都是这样 我喜欢躺着开 所以躺着开就是要把这个椅子往后放 不是说屁股往后放 而是这个地方 靠背这里往后躺 所以说 平时要有坐人 有坐人的情况下 这个位置 要放一个 就是说 尽量 我身边朋友 如果有人要坐我的车的话 我会把最矮的个子 最矮的朋友放在这个位置 是最合适的 放在这里的话 然后我的椅子往后放就不会碍到他事 但是如果说个子比较都比较高的话 实在没办法 只要一米七以上的话 我就要把这个椅子升高 升高 它的位置是差不多的 你看 这里放脚的位置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把这个椅子升高 我可能就没有办法躺着开车了 只能坐直开 我不喜欢坐直开车 天窗打开 你看从后面看的话 空间感非常好 非常大 我觉得 就算我坐在最后排 这个视角 是后排最中间的视角 也是非常大 非常宽敞的 非常舒适的 下面可以塞一个报纸 什么玩意儿的 现金666 然后这个位置 你看 这边有个洞 这边有个洞 可以放你的后排 乘客的饮料 水之类的 然后这边 还有一个扶手 在这个地方 后排乘客 可以坐在这 把手放到这 然后后排乘客 后排乘客 也是非常舒适的 这个位置 你看这边 有一个专门坐出来的空间 你可以把手放到这 后排乘客 把手放这 然后这边有个小窗 后面 然后这里两边的配置差不多 然后这边有个空调口 这边是一个空调口 完了以后 中间这个地方 如果没人坐 也可以打开 这边全是烟灰 然后呢这边呢是一个中间的这里呢是一个小吧台 上这一放 然后这边这个放个水杯什么的 这边一放 一靠 然后这边也可以一靠 整体坐起来就非常舒适啊 真的非常舒适 几乎是挑不到毛病 坐到后排 没有任何的不适感 而且我这种人 我喜欢空间小一点的东西 我不喜欢空间太大 可能是因为我缺乏安全感吧 介绍到这儿我觉得差不多了 这台车 在我看来真的没有什么毛病 要跟大家看看油耗 油耗现在是16个油 看到没 它压2.4 2.3 油耗就是16个油 很正常 只要上一趟跑一趟高速下来 那就是9个油 10个油 但是不跑高速的话 你基本上就是 在室内的话 在家堵车就16个油 如果不堵车的话 平常也能在12个13个上下 14个左右 而且地狱猫 我跟你讲 地狱猫这个油耗 跟这个车是差不多的 可能比这个油耗再高了一两个 但是你想地狱猫是多少深呢 几百匹啊 七八百匹 一千匹的都有 恶魔一千匹 嗯 这个车我真的是太满意了 我这辈子不会卖 我告诉你 太舒适了 那今天就这样 我感觉讲的差不多了 坐在后排我都快睡着了 我真是太爱我这台车了 不要再 网友不用再问我 要不要卖这个车 我是不可能卖它 主持人 很 plenty 好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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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